黃建廷委員 我們趕著在 第一個委員會 登記第一號發言 很榮幸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一起來關心 原住民的失誤 特別 也代表台東的鄉親 表達我們對你的 敬意 這次的 八八水災 台東受創也蠻嚴重的 特別幾個原住民的部落 那你上任雖然到今天18天 我了解你好像也去過災區了 你去過災區 我相信你在災區也看到了 不管是嘉蘭 不管是 這個大鳥 甚至於這個富山部落 到現在 已經是 快要兩個月了 還在住帳篷 還在住帳篷 前一陣子那個台東的天氣 那個熱道 我其實覺得心裡面都覺得 替他們很難過 在那麼狹小的空間裡面 而且這麼多的帳篷擠在那裡 所以 表示這個 安置的部分的工作 雖然 讓他們 暫時有個地方住 可是那樣的環境 其實說真的 非常非常的不舒適 那在這個的同時 我們看到 組合屋也好 中繼屋也好 永久屋也好 這些的進度啊 又是落後 非常的多 比原先預期的 講出來的 都還要落後 甚至於 我想在大五的部分 在大五鄉的部分啊 可能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有沒有確定的地點 要怎麼做 所以 我很擔心說 他們那個帳篷啊 不知道還要再住多久 主委 這個事情你有什麼看法 報告委員 其實 台東這邊 我在上個禮拜就去了 在帳篷裡面的居民啊 我們的災民同胞 沒有太多現在的情況 他們有一些都已經 住到親友家裡去 對到親友家裡去 那會有這樣的情況 是因為 我們整個的這個 災禍重建的工作 開始要做 緊急結束以後 要安置的工作 需要一些 一些過程啊 因為 大家可能都有看到 最近報紙上啊 一直在批評政府 在做拆遷 或者是要做 遷村這些計畫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 原住民的這個主體性啊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 我們勘災 勘定那些 這個部落 是安全不安全 這些工作 在9月19號 才有一個初步的一個結果 21號 我們在南部 也召集了 縣市政府跟相公所 還有村長等等 我們有過 把這個安全部落的問題 做了一個解決 那現在開始哦 大概是 從今天開始 一直到10月15號 我們是要到部落裡邊 去做說明會哦 那我知道的 在台東那邊 因為世界展望會 在支持哦 中紀五 我也去看哦 他們原來 預計說9月23號 要完成第一動 因為我最近都 比較沒有再忙 沒有再下去幹 主委 我想這樣 我剛剛也看了 仔細看了你的報告 你們有好幾個計畫 好幾個計畫 你們準備要推動 其實我最擔心的 也就是計畫一大堆哦 但是那個執行面 那個效率跟速度的問題 我為什麼會這樣擔心 主委 四年前海棠颱風 在嘉蘭村 衝走16戶 那16戶啊 對不起主委 到今天還沒有解決啊 如果 四年前的事情 到今天沒有解決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如果說 四年前的都沒解決 你這一次 拿什麼 我們 我們那些災民 已經是非常沒有信心的 假如我們每天 人去就是要他報計畫 人去就是要提供資料 整天在這些做這樣的 這樣的工作 那 看不到 很具體的這個 方向出來 或者確確的 執行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重點出來 那我覺得當然大家會 心裡面會 很茫然 這個是 這個有他這樣歷史的 因素在齁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是不是應該 都快兩個月了齁 是 那我們還在報計畫 還在還在 還在請他們提供資料 就是好像感覺上是 怎麼連政府到現在 怎麼做都還搞不清楚 包括總 那種感覺 報告員這個 呃 在10月15號之前 關於暗示的事情 應該都都會 10月15號 15號 應該都會 特別是台東 這個地區 應該問題不大 我們應該會在 至於說海棠或者是更早 其實我最近也了解到 九一大地震以後 其實很多原住民的鄉親 在不同的地方 有很多的問題 還是存在 對 那我認為 我們會努力啦 因為大家這一次風災這麼大 我看中央各部會的首長同仁喔 也都提起進來 要把這些整個的問題做一個解決 我相信將來政府在這個部分 好 應該會有更整體的做法 所以我想要注意一點 謝謝 就是說 這些原住民的部落 到底是原民會的這個這個工作 是縣政府的工作 還是救災重建委員會的工作 還是行政院其他部會的工作 這些大家 如果不 釐清清楚整合資源整合力量 那可能就會到時候 對不對 各自推掉各自推掉 好像你認為是他們的 他們認為是你的 我擔心那個那個那個 四年前的那個十六戶 會不會就是這樣子 現在為什麼進度這麼緩慢 會不會是大家部會之間 或者是跟中央跟地方之間 沒有做好協調溝通的事情 這一點我想要特別提醒 這個 我一定會注意 因為我們現在那個在貨重建委員會 包括之前的工作小組會議 現在跟各部會的溝通 都都很暢通 我們直接可以跟首長對話 所以應該會有比較大的改進 我也會注意這個委員的關心的這一點 另外我看到你那個 不管是在你的報告裡面 或者是今天要解凍的這個預算裡面 都有看到這個補辦針編 原住民保留地這個事情 那原住民保留地那個管理辦法 你們內部的這個管理辦法 裡面其實有一點也應該要注意 就是在台東啊 這個原住民的這個保留地 有很多在59年以前 其實是漢人居住的 漢人在使用的 當時第一次辦的這個 做這個這個 劃定為原住民保留地的時候 大概是行政上面的書 是在過去那個資訊不就不發達的年代 可能也沒有讓真正在上面跟做的這些漢人啊 他有機會去陳述 去說這個是漢人在跟做的 結果他現在劃定之後啊 在四個這個幾十年之後 他造成了這當中造成很多圓漢族群之間的這個爭議 那漢人來陳情的時候 我們就幫他講 他說這個我們原民會老是就是 這個土地管理辦法上面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自己這個土地管理辦法是誰定的 老早以前什麼省政府時代啊什麼 講了一大堆都是過去式 那你就是堅定這樣子 不能改的話 那這邊全域受損的人 他沒有得到這個伸張 他的正義 那另外這邊 你又要不斷的在徵定徵求說 這個只要是77年以前 就應該是讓原住民的話定 我這邊我同意 但是你在做這個的同時 你是不是讓那一些 如果他能證明是59年以前 他就是漢人在上面跟做居住的 那我覺得能夠處理這樣子的話 也可以真正解決土地的問題 然後和平啊 不要去造成更多的爭議 好不好這一點 報告委員 說來慚愧喔 其實從日記時代 我們的整個台灣土地的變化 事實上我花過一點努力去了解 事實上遺留非常多的歷史問題 對 那我非常同意委員剛才所提到的 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怎麼樣尋找它的平衡 對 然後公平性 對 公平性和一致性 現在我們最大的問題 是對這個整個土地 從日記時代轉移過來的 很多歷史的糾纏 一直都沒有很好的釐清 那我已經跟我們的土地管理處處長講了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然後有一些東西是歷史的情感 有一些東西可能是在現實的 現實上面的考量 必須要有一些平衡 好我想整個原住民的增化 保留地的增化變異問題 應該有一個更深的原則 跟更深的歷史認識 才能夠徹底解決 以上謝謝 這點我很贊同 主委我也希望在你的任內 趕快積極正面的來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 然後來解決它好不好 謝謝謝謝謝謝主委